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方,欢迎大家来到阿方的编织课谈 今天这节课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款花朵的鱼腹帽 这个帽子呢,一年世纪都能戴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花朵跟这个狗牙边去掉 我们就可以打造成一个蓝款 我这个用的是黑色的五谷的牛奶棉 然后加了一点红色跟绿色 我们做花朵跟这个树叶,跟叶子 总共的用量呢,是100克 100克整的哈,加上这些乱七八糟的 勾针呢,我想用的是4.0的勾针 我们还需要一枚缝合针 缝合针是缝合这个花朵用的 然后呢,皮尺剪刀哈 这个是必须的,我就不说了 今天呢,这个黑色的因为看不清楚 所以我事先勾了一个出来 我想试一下这个黑色的效果怎么样 我今天做教程呢,用的是这个蓝色的 好吧,黑色的大家看不清楚 我先来从这个呢,我们还是从这个帽顶开始的 帽顶我们起,这个起的是十针 我们还是在手上绕两个圈 这个,来看来 你看我们勾三个锁针 三个锁针代表一个长针 然后我们继续在圈里面勾长针 总共勾十个长针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的,勾完十个长针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起立针最上面这个锁针这里 引拔 把这个线头翻过来压住它 第二条呢,我们在每一针上面 勾两个长针 也就是说勾十个长针的加针 起立针勾好以后 我们在起立针旁边这个针目上,我们勾两个长针 每一个针目上勾两个长针 大家按这个规定呢,把这一圈勾完 我们勾完这一圈呢,总的针数是二十针 好不好 好了,姐妹们,最后一针呢 我们勾完了这个呢,是四九针 因为我们起立针这里只勾了一针,是吧 然后呢,在起立针这里补一针 这一圈我们就勾完了哈 在起立针这里引拔 好的,第二圈呢,二十针哈 二十针勾好以后呢,我们开始勾 这一圈呢,我们三针为一组花形哈 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第一针上勾两个长针 第二针上勾一个长针 第三针上勾两个长针,这个可以拿掉去 然后一个锁针 大家看清楚了吗 我们把这个三针变成了五针了,是吧 第一针上加一针,第三针上加一针,中间这针不加不减 好的,这个第一组我们就完成了,开始第二组 第二组的三个长针 第一针勾两针 第二针勾一针 第三针勾两针 然后我们勾一个锁针 这一圈的规律就是这样的哈 三针为一组 三七二十一 我们这里二十针 等一下到最后我再来说一下 最后我们再 在这个地方加一针 好不好 自己把前面都完成吧 三针为一组 我们勾五针长针 一针锁针 五针长针呢 我们是怎么得来 就是这三针上 我们第一针上加一针 第三针上加一针 好的姐妹们 我们勾到最后这一组的 这里是两针是吧 我们这样哈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加一针 五针 再勾一个锁针 好的介号扣这里 我们还是要 不是介号扣 就是奇力针这里 我们还是要引拔的哈 好的这一针我们就勾完了 看到没有 就是这样的 在这里 接了一针 因为我们是二十针 但是它这个滑形需要二十一针哈 这个一点点没关系的 好的第二针开始呢 我们就是 还是这样加针的 我们在第一针上 勾个两针 然后中间的不加不减 我们就在这里 看一下 一个锁针 看到吗 这一圈的规定呢 我们是七个长针 一个锁针 再来一次哈 一 二 第一针我们勾两针 然后中间三针 不加不减 也就是说我们第五针 长针是第一针跟第五针 各加一针 然后二三四 我们不加针 一个锁针 看到没 这一圈的规定就是这样的 七个长针 一个锁针 然后下一圈呢 就是九个长针 一个锁针 大家按这个规定 把这一圈勾完 如果你用的是细线呢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 我们这个帽顶的直径呢 我还是这样说 大概是17厘米左右 哈 一般的像我们这个粗细呢 要勾到十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再粗一点的线 你就勾九个长针 一个锁针 好不好 自己把这个帽顶勾完哈 好的姐妹们 我这个帽顶呢 勾到了十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然后呢 我们开始勾 不交不简的几圈 不交不简的几圈呢 姐妹们要记住哈 因为我们这个部分的花形 是五排 五圈哈 大家量一下自己 这个五圈的高度是多少 这个很关键哈 决定着我们要勾几排 不交不简的 一二三四五 看一下哈 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们的五圈是六厘米 六厘米 我们这个帽子的高度呢 总共是十八厘米 所以我们这里呢 勾一个十二厘米就够了 十二厘米看一下哈 差不多再勾两圈 勾两圈 不交不简的就可以 我们开始勾这个花形 好不好 就是我们这个楼空花的部分 这个部分 自己把这两圈不交不简 就是我们不需要加针了 一针长针 对一针长针的勾 勾完十一个长针以后 两个锁针哈 我这个帽顶的直径呢 是十七厘米多一点点 这个帽子呢 比较松 我今天的这个是啊 不是今天 就是上一个视频呢 就说了 我们这个帽顶呢 这个形状稍微平一点 不要是尖的哈 太紧了不能修饰头型 好不好 自己完成这两圈哈 好的姐妹们 这个呢我已经勾到了哈 勾到了十二厘米哈 大约这个数字哈 有一点点相差没关系 看到吗 我这个是十一厘米 十一点五厘米 然后呢我们开始开始勾这个 你不要管我勾了几行 因为我的手法跟你不一样 反正你就要达到这个 我们这个帽位要达到 然后这个帽高要达到 我们开始勾的地方呢 跟之前有一所不同 就是我们引拔呢 不在呃 不在起立针这里引拔 在起立针旁边这一针引拔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呢 就开始收针了哈 两个或者三个所针 然后我们 这里我是十一针 然后这一圈呢 我就把这个长针收到九针 也就是第一针跟最后一针 我是直接不勾的哈 姐妹们也有自己的习惯 你可以两针并一针 我是直接跳过去不勾 也就是说直接勾九个长针 数一下哈 二四六八九 好的 九个长针以后我们一个锁针 然后在这个锁针这里呢 勾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好的 下一组也是这样 第一针不勾 我们直接在第二针勾 跳过第一针跟最后一针 我们不勾 那我们这个空格呢 锁针呢 我们这个锁针的空格 由一个变成了两个 其实这个呢 也是不加不减的部分哈 这个长针我们变成了九针了 勾完了数一下哈 二四六八九 好的 一个锁针 然后在这个长针这里哈 我们勾一个长针 在这个锁针这里勾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然后跳过这一针 我们勾第二针 看到吗 这个空格我们已经变成两个了 这里收了 这里中间这里收了一针 我们这里就加了一针 也就是不加不减 大家这个规定呢 把这一圈勾完 好不好 好的姐妹们 这个花形的第一圈勾完了哈 我们开始 马上勾第二针 第二针我们也是这样 跳过这个引拔针 起立针我们不勾 我们直接在起立针旁边 这一针我们引拔 然后呢一二三 看到吗 也是把第一针跟最后一针 我们空过去不勾 这一圈呢我们长针 变成了七针了 二四六七 好的 最后一针我们也不勾 空在这里哈 然后勾一个锁针 在第一个空格上 我们勾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在第二个空格上 我们勾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然后这里也是 第一针不勾 我们直接勾第二针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空格 已经变成三个了 是吧 好的 这边也是七个长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一个锁针 然后在第一个空格上 勾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跳个第一个我们勾第二个 最前我们这个空格变成三个了 然后下一圈呢 我们就把这个七个长针 变成五个 五个这个空格呢 我们又增加哈 都是一样的哈 下一圈呢空格我们就是 一个两个三个 我们就变成四个空格了 然后这个长针变成五个 再下一圈呢 这个长针变成三个 这个空格又增加到五个 是吧 再下一圈我们这个长针变成一个 然后就是 不是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一个长针 所有的花形都是这样的 其实规律是一样的 我们跳过第一针 跟最后一针不勾 只勾中间的 然后在这个 在这个空格上面勾 空格不断的增加 然后我们这个长针 就不断的减少 大家按这个规律呢 把这个帽绳给勾完 好不好 自己完成吧 好的姐妹们看一下哈 我现在勾到了这个长针呢 剩了这几个 剩了三个哈 我还是要说一下 我怕新手姐妹弄不明白 那还是这样哈 在这个第二针上引拔 引拔呢 然后我们勾起地针 起地针一般我们是三个锁针 是吧 三个锁针勾好以后呢 我们再勾一个锁针 再勾一个锁针 直接在这里 看到了吗 等于这里一起头的时候 我们勾四个锁针 三个锁针是起地针 一个锁针是代表这个间隔针 然后我们就是 现在这一圈呢 就是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在这个空格里面勾 在这个上一圈的空格里面勾 到这里呢我们就是这样 这里三个长针 我们在中间这里勾一个长针就可以了 一个长针一个锁针 好的在这里 这里三个长针是吧 我们在中间这里直接勾就可以 我主要是说一下那个开始的时候第一针哈 怕新手姐妹 不明白 然后呢这里呢我们勾完了就是这个帽绳的 我看一下这个高度哈 16厘米 16厘米像我们这个 我们等一下还要勾一圈不加不减的这个短针 如果你觉得这个帽绳有点低的话呢 我们再勾一圈就是勾两圈不加不减的短针 先勾完这一圈我到时候再说好不好 好的姐妹们 这个最后一组的这个一长针一锁针勾完了 我们在哪里引拔呢 在一二三 四个锁针我们在第三个锁针上引拔 引拔完以后这一圈呢我们就全部勾短针 勾短针我们在哪里勾 在这个锁针上面直接勾两个短针 这个长针的针勾我们不管它 我们勾两圈不加不减的短针 看到吗一长针一锁针 我们直接在锁针这个针勾上勾两个短针 勾完以后呢下一圈呢我们就不加不减的再勾一圈短针 然后我们开始来加针勾这个帽颜 好不好 因为我们这个帽高的高度还不够 因为这是16厘米 最起码我们要达到17厘米 好吗自己完成哈 好的姐妹们我这个两圈短针勾完了 勾完了我们现在开始加针勾这个帽颜 我说一下帽颜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样子哈 像我这个帽颜呢属于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的帽颜 我的方法呢是第一圈是隔二加一 然后就不加不减的勾三圈 这是第一组 第二组呢隔三加一不加不减勾三圈 第三组呢隔四加一不加不减勾三圈 这个帽颜相对来说比较平 姐妹们不喜欢这么平的帽颜 喜欢稍微像棚帽一样的帽颜 你就隔三加一隔三隔四隔五这样哈 我这个是隔二隔三隔四 还有一种方法也是你就隔二加一 然后就勾四圈不加不减的 这个帽颜呢就比我这个还要宽一点 大家自己选择 方法都差不多 出来的效果也稍微有点不一样 好的我们把记号扣拿下来 因为我这个呢采用的是 螺旋高法文没有引拔 直接在这一针上勾一个短针看到吗 然后把这一针做个记号 扣一个记号扣 好的一针两针 我这个呢就勾一个比较平的帽颜吧 就隔三加一 大家看一下不同的效果 这个是隔二加一的哈 隔三加一 一二三 好的第四针上我们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也就是在同一个针目勾两个短针 再来一二三 好的 然后我们这里 大家就按这个方法呢 就一直把这个这一圈勾完 就是隔三加一 当然姐妹们如果喜欢我这种帽颜 我昨天已经出了视频 有了这个帽子的四戴的效果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平一点的帽颜 勾出来是什么样 戴在头上是什么样子 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好吗 这个呢其实也是五股牛奶 但是好像这个黑色的比这个稍微粗一点点 因为我这个呢勾到最后是九个长针 它这个帽子的帽尾就够了 我这个呢勾了十一个长针 所以可能出来的效果还是有点不一样 喜欢平的一点呢 大家还是可以勾隔二加一哈 像我这个线如果细一点的话呢 我还是勾隔二加一吧 刚才告诉了大家隔三加一的方法 我们现在说一下隔二加一 也就是我们勾了两个不加不减的以后呢 第三针上我们加一针 好的两个不加不减的一二 然后第三针我们加一针 好的大家按这个方法重复的勾之 一直勾到我们这一圈结束 到这个接后扣的位置 好吧哈 好的姐妹们 这一圈的隔二加一我们勾完了哈 勾完了我们现在开始勾三圈不加不减的 我就是按照这个帽子的这个帽沿的形状勾的哈 等一下我们看下来看一下哈 粗一点的线跟细一点的线勾出来 有没有什么区别相同的勾法 后面这三圈呢我们就是一针对一针的 不加不减的勾 我们这个接号扣呢放到这里不要动它了 等一下我们大概在这个位置起个头就可以了 这三圈呢就是这样大家看清楚 我接头的地方大家看清楚 我没有引拔就是直接这样勾过去的 这样勾的结果呢我们就是没有引拔的痕迹 除了加针这一圈我们要做接号扣以外呢 这不加不减的我们可以不用做接号扣 看一下我们这样就没有引拔的痕迹 不加不减就是这样一针对一针的勾哈 然后勾了三圈以后我们就隔三加一 隔三加一勾完以后又三圈不加不减的 隔四加一又三圈不加不减的 大家可以跟我一样最后这勾狗牙边也可以不勾哈 狗牙边的勾法我来说一下哈 我们就是我是隔五针短针然后就 比如我现在这里前面已经五针了 狗牙边一二三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挑一根 在这里也挑一根 挑两根线看到吗 勾一个短针 勾短针以后我们这里下面这里空影针 在第二针上勾一个短针 好的这个狗牙针我们就勾好 然后又不加不减的勾五针短针 勾五针短针我们再勾一个这样的 我们继续勾就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五针也不是说规定的哈 五针的距离呢它就比较宽一点 姐妹们喜欢密一点呢 你可以空四针甚至三针 这个看个人喜好 好吧后面的就简单大家自己完成 我就不带大家勾了好不好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花朵这个鱼腹帽的教程的上集就到这里哈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